疫情爆发以来 医疗量能紧绷 让医护人员忙翻天 台中医间医院的 专责病房护理师就说了 上班不仅要穿防护医 忙到没有时间吃饭喝水 有的病患 还把护理人员当成了看护在使唤 抱怨说便当冷掉了不吃 让护理人员身心俱疲 再加上现在的专责病房不够用 只可以开放一般的病房 收治确诊者 有家属不清楚规定 竟然是出手攻击护理人员 医院外头民众排着长长队伍 等着做筛检就担心自己染疫 医院内医护人员也没闲着 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护理人员都快忙翻 就有一位民众 因为怀孕破碎 紧急剖腹 意外发现自己阳性确诊 住进了六人的隔离病房内 他就亲眼见到护理人员 忙到崩溃落泪 因为医院专责病房的护理师 上班就得要穿防护衣 全身包紧紧 几乎忙到没时间吃饭喝水 有时候甚至还要被病患当作看护使唤 写便当不够热 担心病人血糖低 哄一个小时才愿意吃饭 身心俱疲 甚至还发生家属出手攻击护理师的暴力事件 专责病房不够用 只能开一般病房收治确诊者 多人同在一个空间内 护理人员在抽谈时担心病毒传染 只能请隔壁病床的病人去厕所闭一下 家属不能理解 也得靠护理人员去解释 只能说疫情期间医疗量能紧绷 医护人员工作量倍增 非常辛苦 届中部综合报导